好 大家好我是Paul 然後這個就是今天的專案 那我們很歡迎新參與者 那台灣有很多世界之一 像是這些事情 但是呢我們最近又有一項新的世界紀錄 就是我們洩漏全國的個人資料 台灣No.1 那我在來的路上剛好撿到這份資料 我又撿到了 那我看了一下 那這裡面就是我必須 資料很多 所以我有一些把它sensor掉 那裡面講到呢 我那時候 沒有我大學有畢業 我有拿畢業證書 只是那時候洩漏的時候 我還在念大學 那裡面還有講到我住哪裡 那我的婚姻狀態 那我的生日 這是我生日喔 那裡面呢還有我爸媽的身份字號 還有名字 那還有這麼多東西 大家可以自己一個一個看 那總共39項 只要你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些東西都有你的份 不只有你的 還有你媽的 還有你爸的 還有你的親朋好友的 還有你阿公阿嬤的 想像一下 如果詐騙集團拿這些戶籍資料 你全家人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先假設大家會不會被騙 那你身邊的親朋好友或長輩呢 這個個資不是酷漏牌 一外一些又回不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自救 就是 身份字號就是大家的一個獨特編號 那如果外洩的話 就會被這些詐騙集團 或者是 那叫什麼 有一個叫做資料的小偷 身份小偷 那如果今天制要外洩的話 那就要把這些 身份字號給換掉 但是內政部說 不是他們外洩的 所以說我們可能需要跟他們 來一場長期抗戰 那我自己比較悲觀 那大家也可以都快一點來進行 所以說呢 我們來組隊 修改身份字號 那我們還需要跟大家做宣導 所以說我們還要發起提案 來去討論說 更安全也更透明的政府資訊系統 還有資料庫 那這邊 對這邊我多做的 我們也可以去 民谷集約 那誰可以幫忙呢 大家都可以 所以說呢 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從哪裡開始的話 這邊很適合你 那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有三個 我大概構想出來的 就是我們要去寄東西 對我來不及做中文的部分 所以我先口頭講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我們需要懂法律的人 還有願意一起去寄這個 申請書的人 那我們還需要 我自己用TrackGPT做一個網站 所以也跟今天的主題有關係 那所以我們也需要 那front end developer 因為我不會做網站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做網站 那我們還需要呢 有會做長輩圖的人 那所以我們需要 Graphic Designer 或者你會做長輩圖的人 或者你會用AI做圖的人 那我們也需要有人會拍短影片 我們才有辦法跟很多長輩們說 這個端影音什麼的 就是我們的長輩圖 贏到了 好 那還有我會寫天文的人 對 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再來找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各自出去 就不再回來 那我們時間過了也沒有辦法 那奇蕾原位在嗎 就是 是 今天真的是 很快 有 有